歡迎大家來到OT4Hunter 上一集有很多人支持我們 首先感謝各位 這星期英超賽事相當悶 0比0 我們萬年今季不是第一次0比0 之前也試過好幾場 但如果說悶的話 這場真的可以說是很悶 因為0比0不一定悶 有時看戰術和防守都可以的 但這場很明顯戰意上 我們真的差4時 這場就所謂玫瑰打比 但沒有預期之中那麼激烈 但其實這次試練近方是不錯的 對方對上五場都沒有輸過 3勝2勝 不要以為是容易吃 其實他們先有對著車道士 利物寶和萬成 都能夠保持不快令對方失分 所以這場開始之前 其實都知道是容易吃 但因為今天禮拜萬成 就打這個聯賽比賽 就贏了 其實我們可以打完那一場賽事 之後 我們就跟對方通暢鬧 如果贏球 其實可以拉近到8分距離 當然8分都不足以拿英超 但就好看一點 但結果就拿不到這3分 先講一下正式 列斯聯也是排隊的 他一貫作弓 也跟手場環的一模一樣 我們也是 4231 開球之前 卡雲尼和普花 今場有些意外 連普花都做後備 但李占士就打右 推阿風 去左翼 可能因為李占士 手場環對於列斯聯的時候 其實表現是不錯的 打展 上半場你又睡了沒有 相當之悶 如果 幸好他不是3點鐘 豈不是很難 上半場 面對列斯聯 我可以說 非常之難看的防守 來到馬列前線 又出手普策 只可以靠死球 馬斯福 他一腳 做成威爾 射一下佛球 斬死球 各球都少 尤其一開球 兩隊球的戰役 都跟手場環相差甚遠 可能因為列斯聯沒什麼好球 亦都因為大大禍 輸了2比6 你明顯看到 比爾沙的列斯聯 這場球就沒有再去瘋狂搶攻 所以形勢很不同 首先看一看雙方的站位圖 你看到列斯聯那邊 堆在一堆裡 中間起腳的射門 相知多 兩邊多數都只剩下中間 我們曼聯之後 你見到 梳爾有五島前 所以 英超的官方 就選擇做 今天的man of the match 但你見到 其實我有一些 我們21號仔 單年你知不知道 其實他作為一個遊力 他是稍微站得太近 進不了拉邊的責任 比沙卡金牌 都不是經常上位 所以右邊 其實死得挺金的 另外我們兩個中場的房中 今場也不多 上去做助攻 所以形成 剛才阿展說 上半場 其實我們都有點膠著 我們找回一幅 圈圈 或者整個包圍圈 但你見到這場 波 我們看21分鐘 這個畫面 當時 Buno 就走去搶 中間的波 圈著 對方的防中 是完全沒有人 我估計 我估計 Buno 衝去中間 預計後面 兩個防中 就會上來 跟進 搶 結果 沒有搶 所以 Buno 這一刻 都有點 失望 看看 後面沒有人 再跟進 可以見到 其實一開始 告訴大家 從迫場 我們都可以看到 萬元 這場 可能有點後悔 畢竟歐巴 不如打到四近 說說這場 近期 都少了 正選 丹利的戰線 首場 我們 阿展 這場 你看直播的時候 簡直想殺了他 丹利的 我太久沒有上場 做得太差 還有兩次 擋著Buno 去組織 攻勢 做成誤會 浪費了兩次 非常好的機會 如果有反刀的話 插死他為止 其實我們看一看 阿展 講的幾個誤會 首先就是 下半場 那一波 這場 都經常墮後 下半場 隔年末 就在中場 做交炮 這場 就失蹤 給Buno 和丹利的戰線 兩人同時走位 同時走位 這個位置 接下來 有些球迷 就說 丹利的戰線 都沒有 他都想讓 Buno 去 不過Buno 又想讓他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丹利的戰線 怕Buno 不敢拿呢 其實如果大家再想 擦頸 丹利的戰線 好死不死 是碰了球再多了一下 那一下 那一下 就令Buno 覺得 他是不是要呢 第二就是 你碰了那一下 反而Buno 可能真的越位 所以Buno 就打一次走過 就不要了 真的怕自己越位 因為你碰過球 那誰知道 你知不知道 又可能 大哥 要球 當然不敢要 所以兩個都不要 底下 就完全 喪失了這個 二打一的機會 大家看回同波 都會看到 Buno 我相信 罵了丹利的戰線 半分鐘都有 哈哈 由底線 開始 罵到禁區 頂開 角球 都還在罵丹利的戰線 另一個畫面 這次 56分鐘 他 這個波 就很漂亮 雲比沙卡 就在 底線 轉身過波 非常漂亮 就8個波出來 丹利的戰線 這次 其實 我覺得他 反而不應該讓 這球波 如果他追上去 左腳射 其實是頗順的 但又看到 剛剛罵完 Buno 他當然不敢 跟Buno搶 Buno 就 起右腳射 抖出 阿展 最想 罵丹利的戰線 那一刻 就出現在 之後的 大概60分鐘左右 這球波 其實 丹利的戰線 就兇了 然後 就 完全進禁區 如果 阿展 當時 其實 丹利的戰線 應該怎麼做 你 是不可能 罵爆他呢 他可以 他可以 想都不論 就算 恐得不好 就算射了 他 我還可以原諒 但是他 好像 頭黃腹的人 恐得兩個 你知道 列死了之後 好像 喪救的樣子 是這樣搶 一個球 恐得兩個 之後 我們馬加力 搶一個球 我贊成 怎麼說 他一個不買 就算射不中 都沒有現在 這樣被人 流得那麼金 想著控球 扭球 失敗了 我再想 再說多一點 丹利的戰線 就是上半 除了一個畫面 其實我反而挺火鍵 就是剛才我們說 在這個站在圖 我說 為什麼我不太悶 丹利的戰線 就是他本分都沒有做好 就是球技 那些事情 就是他有多少斤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畢竟以往是出名的勤力 以及執行辨術的能力 是比較高的 這場球 我都覺得 這方面 勤力還有的 但是執行辨術 都真是麻煩 可以看他29分鐘 這球快攻 其實 畢竟當時在中間 撐了球 前面那幾個人 正在走位 丹利的戰線 作為有力 他竟然 跟著戰咀的方法 是走入中間 就是在中間人 他帶多個閘進來 再多些人 你看到隔年活 這次聰明 我們上次說過 快攻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衝上去 有些人可以不衝上去 隔年活這次聰明 沒有衝上去 我們回來接應 再做一個鎖匙引 放著前面 這個時候 丹利總共拉了兩個後衛牌 幫死搬龍 即是不夠人多 他走了 他走了比步 才發現 怎麼會走入中間 當然 幸好 你看到遠邊的廢特 看到丹利的戰士 就走入中間 不如我走遠處 廢特在防空 衝上了遠處 隔年也看到他 就斬給他 很可惜 廢特就抵了 所以 拿不到這個波 為什麼球迷 這麼不喜歡丹利的戰士 就是用四個字 就是什麼呢 就是盲頭 烏蠅 烏蠅飛得很快 不過是盲頭 亂捉 即是丹利 你知不知道 什麼時候才學得懂 足球智慧 快就夠快 走去哪裡才行 剛才說到廢特 廢特這場的波 進攻方面 沒什麼見事 兩個防中 但防守都可以 如果不是廢特 每場 三十幾分鐘 解位 唉 我想我們 下來落後 一比零 同意 這個波 大家看到這波 當時 今場波 烈士團兩個 打得不錯 這次就是他的 右手排零 隊長 烈士團隊長 一個很美的跌瓦 衝到底線 按一個很急勁的波 其實你見到 對方的尖刀班封特 其實已經在小金區頂 等著 而且 你看到小金區 勒夫應該是抹不到他 我經常都說了很多次 就是我們兩個防中 當對方 底線出波 的時候 我們兩個防中 站在哪 我就很希望 但廢特就是 站在他現在的位置 有個立體感 可以退出少少 腎防對方 切回到比較高位的位置 所以廢特這個波 站位 站得很美 真的很難 但我很想再說 多一個人 如果大家有看見面的話 留意華舒福 當時華舒福 最初是有追到艾寧 但他追兩追 就完全進入了散步 完全沒有跟到艾寧 所以 如果福仔 真的肯走多兩步 其實艾寧 沒有那麼輕鬆 去出個波 結果又要 所以自己飛 所以到底要 靜止怎樣 人呢 不是福仔不停 他這場波都追了幾個波 但是就是 差了少少防守意識 所以這些波 你如果給丹尼晨士 他會衝過來 你也不要說 一味華塞丹尼晨士 不行 但是我們的天王福 他就不會跟你追 這些男子波 大家 給了一條心吧 其實展就讚了 廢特 我也想讚 另一個防中 麥湯 其實他有類似的畫面 就是在下半場尾段 84分鐘 當時 就是你對方的集位球員 出球 其實麥湯 站這個位置也是很漂亮 只是 在中間 出一點點的位置 防對方蓋進來 或者禁區頂 撞斜 我是很希望 對方的防中 以後 都可以聰明一點 藍體一點 塞住這個位置 這個波 麥湯 難得非常漂亮 去到比賽的中後段 萬聯 才是 可以加強攻力 但其實你都看到 在普波未進來之前 其實球員都很亂 可能大家都心急 上入球 所以其實都 打得挺不吃的 我們 終於一個畫面出來 這球球就80分鐘 當時普波進來的 對方 那麥湯 又是推進中間 走的 有一個插花 想想哪個A腳 但你看到 Buno 在遠處 攤開 小手 告訴 鑑魚湯 我兇了 那樣 他看到 鑑魚 扭到沒有了 之後 就衝過 看 滾到這裡 出界了 Buno 氣得怎樣 氣得兩隻手 拚一拚 他自己也不是撞大 很好 但是 我觀察就是 Buno一操 通常 萬聯就會打得不好 所以呢 這個都是 Buno 不知道 他的脾氣要 收一收 還是怎樣 還是再罵醒那些年輕人 好些 那我們 除了說 自己打得麻煩 我經常都說 不要說 自己打得不好 才輸 這樣說的太大了 其實都可以讚一下對手 可以是因為對手打得好 今天有什麼烈斯聯呢 阿展 我也想問一下你 你之前就很讚這個烈斯聯 讚這個比爾沙 但是 近期的烈斯聯 是有少許改變的 就是 他沒有再像季初那樣 瘋狂進攻 打法相對務實了 阿展 因為他就行 因為人家拿獎軍 打得風流波 所以要做多少實意都可以 可能是這樣 現在就可能要務實一點 而且長場球輸6比2 都不是辦法的 很多人交代 玫瑰打給輸6球 所以你看到今場球 他的防守是挺出色的 看回他 他今場球 四個防守隊員 再加上防中 那個數據是相當厲害的 五個人加起來 總共做了26次攔截 11次解圍 相當之恐怖 尤其是防守的 加倫區入師 攻守兼備 守循環的時候 反而曼聯 對這個加倫區入師 反而有針對性部署 對加倫區入師 當他在高位的時候 Buno就會走過去 遮掘他的錢 等中堅目交給他 但是去到次循環的時候 我似乎見不到 還有什麼 針對這個防中 去做什麼 有一點放生他之言 其實今場球 防守之餘 他還做了六次成功場傳 還有三次幾趟 作為一個防中 今場球 都可以說是八面玲瓏 另外 今場球 犯規都幾多 你看球的時候 打架 管外的師聯 有些打比錶 在犯規方面 你猜一下 老闆有什麼 就像這個 紀伊健 陳小春 真的 沒立大 差他 打一萬年的球員 尤其是重災區 就是丹尼占斯和福仔 我記得 丹尼占斯 已經被人剷了幾腳 跌了一波 福仔 一球我真的差點怕會斷腳 在底線附近 整個飛起的 其實全場球 我們看到這幅圖 你都可以看到 重災區 就是我們左邊的攻擊線 福仔和蘇爾都受不了 全場21次犯規 四面王牌 我覺得是少的 有些人遲 今場球沒有紅牌 其實有點手鬆了 丹尼占斯和福仔 分別被侵犯了四次 可惜我們今天 有些人圓球就慢慢地 要不然 應該就不用打和 總結一下 這場球說話不太多 不如總結的部分 我們再說一些其他事情 這場球戰意方面 真的慢慢地 阿展你覺得 真的關不關 我們有歐霸杯的事 我覺得絕對有關 蘇斯一茶 對歐霸杯 很有希望 我個人覺得 很希望拿回一隻杯 去證明一下自己的實力 如果那次拿不到杯 他就留不起 浦巴 或者觀慮 斐蘭丁尼占斯的心 所以 他工場的每日 調動 就是在那裡 吼吼吼吼吼 我也挺雅耳 卡蘭尼這麼遲 才會進來 其實都沒有什麼用 坦白說 應該是垃圾時間 已經是 不過我們都明白 蘇斯一茶的處境 現在萬年勢頭 挺好 歐霸杯 也算是一個挺重要的錦標 再者 蘇斯一茶 我相信 不可能先拿錦標 打破他的四強魔咒 都是很重要的 萬年勢 在他打領打人鐵賽 都沒有進過 所以至少過了羅馬這關 都算是再進一步 連牆拿牙軍 全部都可以進步 對自己的工 更加有保障 另外 丹尼占斯 我們之前也說過了 其實 似乎 他再次證明了自己 是真的適合某一類的 比賽 首場版的時候 大家鬥功 即萬年 鬥場 其實 場上的空間很多 所以他的勤力和速度 反而是有優勢 但這場方兩邊都穩搭穩窄 空間沒有了 即是 以斯林守得不錯 丹尼占斯的問題 馬上就結束了 所以 似乎 丹尼占斯也走不出去 即是工具人的特性 即是 某些場面他出來有用 但多數時候 他都可能會打回後備 我們再一點點跟進 歐超聯那方面 即是 上星期我們說了一點 其實很多YouTuber都 有說過 雖然 歐超聯好像很萬惡 但其實 我也同意 歐洲足協 都不是好人 即是說真的 這兩方人 其實都是 發展行的 老實說 但歐洲足協 好像 就是 拿正牌 有一點 但實在 歐超聯那些 PR 和 離地 是太嚴重 完全低估了 各界的反應 所以就 禍了 但如果大家有看這幾天新聞 雖然 現在 基本上 十二隊 是其中十隊 只有西甲雙紅 流派 但其實這個 首尾 似乎 有時間 首先 每隊 已經是 八百萬磅 給了 初步 入圍費 這個一定 拿不回 八百萬磅 但現在 因為我們 簽了約 所以 歐簽完 似乎 有權告 自動 退出 毀約的 頭隊 我看過很多不同的新聞 圍了金 都有一點 不同 但是 有一點 不同 所以 萬聯 究竟是否還要背 那些 恐怖的 圍了金 都不知道 因為 黃馬 會長佩雷斯 早幾天還說 歐超聯 是死的 他們都當 那幾隊 是沒有退出的 所以 暫時 還未有人需要 交罰款 所以究竟 歐超聯 或者佩雷斯 又在想什麼 究竟 歐超聯 死了沒有 現在都 真的很難說 我個人覺得 為何巴塞 一直都不喜歡 黃馬 為何這次死都 留在歐超聯 退出呢 大家有沒有覺得 有點奇怪 這次 一來巴塞 也是等戰勢 說真的 西甲傷害 就是破產 可能還要 撥一下 第二 我估計 巴塞 也是等歐超聯 自己死 他就不算退出 你搞不成 我沒有說退出 所以 可能是這樣 走的 就不用交 維越金 和領 另外 歐超 總結那邊 也可能會對 曾經參與過 歐超聯的球隊 作出懲罰 幸好我們萬年 叫做 縮得快 可能會沒事 但 聽說 黃馬和 祖雲達斯 有機會 被歐超聯 下季 會有重拔 可能是拔子 又或者下季 是不給他兩隊球隊打歐聯 所以 所以 究竟歐洲竹劍 之後 會怎樣對付歐超聯 和歐超聯 會不會還是 被列強作為一個 談判的籌碼 去逼歐洲竹劍 作出更大的讓步 和改革 這個 我勸大家 買了很多 幾包花生 就好好的慢慢看 跟我們萬聯市 近日 也有傳出一些新聞 剪刀可以說兩句 看看你的看法 首先我們上一集都說過 有傳聞 加拉薩家族想賣 近日 有些店舖說多兩句 似乎好像是 有點真 開價 聽說是40億磅 犯了40億磅 據聞說 利物浦是30億磅 我們40億磅 如果加拉薩家族賣盤 先不要說有沒有人接 展莉 你是不是都很歡迎 加拉薩家族 快點扯 如果說美國人的效用 我覺得沒什麼分別 如果有油黃 那就不同了 那就很大分別了 是 但你又怕不怕 我們被另一些有錢人操控呢 還有油黃這家東西 就很視乎心情 心情好就贊助你 心情不好一個不對面 拿走錢 我們也是大件事 這些你又怕不怕呢 那這些 你都洗濕了個頭 你都幫不到柱頭的啦 我們都是 懂得生態 懂得死 不懂得死 懂得死 懂得死 可能死得沒那麼快 但是很多人都說 40億磅 在今時今日 疫情底下 看法都未必真的 有人會買蠻田 所以 這個就看看 有傳聞說 碧咸也叫他回來做班主 這個又誇張了 最後再說一件 司朗梅巢 有沒有聽過阿子 這幾天聽了很多 不過 我昨天又已出的 我都是有點流流的 你想不想 在司朗梅巢 你可以做到 Carmen來的 做到 一定做到 作用 但是 至於 我們求忘福 聽完聽他的話 就跟我一回事 是 應該聽的 有大師兄 司朗又打過萬元 又地位超高 如果他回來 純粹那種作用 我覺得就很棒 而且聽說 蘇斯特查 也不反對司朗回來 也不會害怕 弄他不便宜 還有消息說 有機會萬元 是拿普巴 去跟司朗交換 似乎這樣 成果又會大些 因為各取所需 還有人工 可能就 打個和 或者普巴 都不合司朗 看看他 司紙開口 聽聞司朗 肯減身過來 聽說 不知道減兩成是多少 大力萬元 所以減一半 看看司朗自己 怎麼想 反正 我看他留在意大利 或者留在祖雲大師 其實司朗應該不太開心 司朗回來 是 的確是起到一些 正面的作用 當然 負面就不知道 那些球霸作風 跟我們那班少爺兵 混合得來 這也是一個問題 好 最後講一下未來賽程 其實未來三場很簡單 我們有兩場 一歐霸 四場 主場對羅馬 最麻煩中間夾住了一場 雙龍會 主場對利物浦 又要再作客對羅馬 所以 阿展 會不會都希望 我們第一回合 主場 首先 多贏羅馬 少少 可以舒服少少 對利物浦 和作客對羅馬 我覺得 馬連 這些球仗 對我們 是 零射精神 是 我覺得是屁股 來的 那一 那一站 應該會 復仇者 年魂上升 是 我對主場 都會 王王爺 是 利物浦 那一場 就放棄了他 應該拿到第二 如果 這麼說 如果這場 Fox 利物浦 毀了他們的 勾聯 的 夢 都很開心 令到他們入前四 死的心 都很爽 我都希望 蘇撒茶 可以長做 所以如果 這杯 落到袋 我相信 對蘇撒茶 未來兩三年 都有一些保證 一起看看 我們都看看 如果 對羅馬 那兩場 有些重大的賽果 可能 我們都會再抽 時間做 因為大家都很希望大家明白 因為歐巴杯 打完兩天 就變成精超 所以我們製作的時間 未必完成 我們都會觀察 看看 四強的賽事 打成怎樣 阿展有沒有補充 沒有 好 那我們下個節目再見 可能是雙雄會 可能是對羅馬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給我們多點Like 拜拜 拜拜 拜拜